收起東京 大家想到的景點 是不是都有點勞哏了呢 莫及莫慌莫叹氣 接下來就要去台灣還吃不到 從來沒看過的私房景點 讓你瞬間衝上流行尖端 喂 老師 超過了 在這裡 到了... OK 等一下... 我跟你講 女人我最大 來東京一定要逛一些 平常大家逛不到的 沒錯 台灣沒有的 這才特別 而且精緻的 完美的 Yes 藝術的 Yes 在我們身後的這一間 它原本只有在巴黎喔 而且這一個主廚 在法國可是有名的帥哥主廚 他的名字叫做 Christophe Michelek Fashion 講完了嗎 我沒有姿勢了啦 平靜了啦 講好久喔 平靜了對不對 累了喔 趕快進去吃吧 坐落在表餐道的這家店 來自巴黎 而且是全亞洲第一家 從設計風格到甜點造型 都非常的オシャレ 不但適合打卡自拍 聽說還很美味呢 美麗 好吃的甜點 配上帥哥 妳說他能不好嗎 真的 而且還可以拍照耶 真的嗎 每一個甜點都是藝術品 先從這個開始好了 好漂亮喔 這個如果不知道 他會不會覺得它是漢堡 對啊 它的最上面是蛋白烤出來的 撒上了一點點的芝麻 中間是奶 最下面是巧克力 好美喔 上面好美喔 好多層喔 感覺就是整個嘴巴在跳舞 好好吃喔 中間是化開 跟冰淇淋一樣融化化開來了 然後它裡面有焦糖的香味 然後巧克力的香味 然後上面那個蛋白質 增加你口感 脆脆的感覺 它口感超豐富的 完美的一口味 中間的那個奶油 基本上它是沒有調味 對 就好像你在吃漢堡 一口咬下去的時候 麵包會稀釋掉 肉汁過於油膩的部分 沒錯 它這個甜點就是這樣 中間的奶油負責把上面的香 跟下面的甜 整個串連在一起 對 這一個也是他們家的招牌 妳看像不像一朵花 好像玫瑰花喔 對 妳們猜它上面是什麼 草莓 副盆莓 它其實就是巧克力慕斯 它也是好多層喔 對啊 我覺得那個 它這個怎麼切怎麼沒的 它的上層就是巧克力慕斯 然後下面就是巧克力餅乾 做成的塔皮 它好多層的感覺 它裡面有檸檬耶 對... 柚子 對 檸檬那種柚子的香氣 你會想說巧克力味太膩 你完全不會 它裡面那個柚子香氣好濃 濃到我鼻頭上面來 濃到鼻頭 它感覺就是像是有加那個柚子皮 就是那柚子皮 那個精油的香氣在這上面 好厲害喔 一口... 一口... 好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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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慢慢來... 慢慢來... 不要搶到 有柚子香 好滑喔 真的 清香 我懂什麼意思 它柚子整個貫穿 整個全部 全唱 那個味覺好像醒過來了 對 因為其實你會覺得 甜到甜點應該是巧克力為主 對 沒有 其實柚子才是主角 它整個香氣是貫穿在 整個嘴巴裡面的 而且非常清爽耶 對 是清爽的巧克力 意想不到的清爽 你看樹林都是第二口的 對 這個感覺上就是一個芭蕾舞針 對 像穿一個蓬蓬裙的感覺 對 穿一個蓬蓬裙 它是兩顆大小不同的泡芙 裡面都是 焦糖奶油 那我也要吃耶 這個非常有油 特別喔 好濃的那個牛奶糖的味道喔 對... 就是這種焦糖牛奶糖 對啊 你看它這個派皮好好吃喔 就很像那種 因為有一點脆脆的 可是它越有口感 厚實 它裡面的那一塊那個芭蕾啊 我跟你講 很像你在吃牛奶糖 但是完全不會黏牙 然後它比牛奶糖要更香更香 好好吃喔 所以重點就是 它的焦糖處理能有一點點 苦焦香感 田中帶苦的那種苦澀 就像你人生的經歷當中的生活裡面 Bitter Sweet 人生如果發生什麼事情 一定要來這邊吃一下 真的喔 會不會 療慮一下 我跟你講不是只有約會啦 我跟你講失戀你一定要來 同場夾硬 季節限定 整個口感上面都很薄 很脆 它口感比較優雅 它這算是樹林版甜點 真的好好吃喔 我喜歡 而且感覺裡面驚喜很多 好脆喔 好樹林喔 是不是 樹林不能 好吃 我喜歡 這種感覺 我喜歡 吃的 可是 我喜歡 吃的 我喜歡 吃的 餅